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韩语老师阿叔 最近有小凯给阿叔留言说 老师,朝鲜语和韩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统一性的答案 如果说到这两者的区别的话 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的话 就是普通话和台湾话之间的一个区别 就是他们是同根同源的 发自于同一个地方的 但是由于长期的一个发展 他们两个又会产生一个差异 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台湾话给我们来说的一个感受 就是它会更加的温柔 就是有点嗲嗲的这种感觉 那么同样的咱们的韩语和朝鲜语也是这样子 就是朝鲜语其实更多的来指的话 首先第一个是在朝鲜使用的这样子一个语言 第二个的话是朝鲜族使用的语言 就是在中国它是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朝鲜族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大体上都是分布在东北三省这一块 朝鲜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就是说韩国和朝鲜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人呢就是迁徙到咱们东北这一块来 好然后迁徙过来之后呢 从此呢就在这一块地方定居了 然后呢经过它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朝鲜族这样子一个群体 那所以呢它的语言呢也是来自于这样子一个大的群体 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 其实呢它又会有一些不一样和差异了 或者说它带的口音呢是韩国以前的这样子一个口音 明白吗 就是现在的韩国人首尔化在发展之后 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要求 对那么如果说是朝鲜这一块语言呢 就相对来说就更加坑腔一些 这个语言的话呢跟朝鲜族呢 其实也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呢它们两个也是没有交流的这样子一个存在 对不对 好所以呢其实韩语这一块如果说我们非要细分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分为韩语 韩国本土使用的这样子一个语言 朝鲜族所使用的语言 然后呢就是朝鲜这一个国家所使用的语言 所以呢它们呢是有区别 但是呢除此之外也是有联系的 好了这就是阿叔对于朝鲜语和韩语之间的一个阐述了 安妞 想要无字幕看韩剧 与爱斗邻居里交流 临基础轻松学习韩语 加微信 CAT66101 免费领取韩语学习视频 开启学习之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